脊髓型颈椎病的症状有哪些? 孙宏慧脊柱颈椎病区主任医师 那么脊髓型颈椎病是临床在颈椎病里最严重的一类表现 因为它压迫了脊髓神经 它会带来四肢功能障碍 病人表现常有上肢的麻木 手部功能障碍 比方说拿筷子拿不住了 端碗端不住了 那么走起路来呢 这个腿好像不是自己的 那么可以伸一脚前一脚 可以出现下肢的麻木等一些临床表现 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所采取的方式 多半是要进行一些药物脱髓类治疗 但是往往脊髓型颈椎病的效果比较差 那么神经长期压迫会带来 肢体功能运动的永久性的障碍 因此我们的建议是经过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的情况下 要积极采用手术治疗来解除神经的压迫 来改善临床的这个症状 脊髓型颈椎病手术效果从临床意义上讲 解除神经压迫 绝大部分情况下能够改善治疗效果 但是由于每个人的脊髓压迫的时间长短 压迫的轻重不一 那么可能有一些病人会表现出术后效果 不很理想的情况 我们遇到过各类这个术后的表现 有的下肢走路这个改善比较好 但是手不是很听使唤 有的是上肢改善比较好 但下肢症状不是特别理想都有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多半建议呢 应用一些神经营养类药物进行神经的恢复 经过一定的神经功能的治疗和锻炼 还会有取得一定的效果 专家提示 1.脊髓型颈椎病压迫脊髓神经 造成病人的四肢功能障碍 是最严重的一种颈椎病类型 2.长期的神经压迫 会造成肢体功能永久性障碍 药物治疗效果较差 3.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的情况下 通过手术治疗来解除神经压迫 改善临床症状 4.建议应用神经营养的药物 经过神经功能的治疗和锻炼 进行恢复 2.将来 2.将来